这个小太妹被黑帮老大灭口 但是黑帮老大不知道 小太妹的爸爸才惹不起 大家好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讲的这部电影叫做一个不留 看看这个电影的名字就知道咱们的男主有多狠 说呀咱们的男主叫做二舅 二舅从小学习就很好 初中的时候考了第一名 不对念错词了 这个二舅拯救不了我们的精神内耗 我们这里的二舅是一个狠人 到了一个小镇跟这里的人发生了冲突 后来跟他发生冲突的小伙子的爸爸就来了 他爸爸叫做胡子叔 胡子叔在这个小镇是最厉害的黑帮老大 别看小镇不大 人家在这里一家独大 带着二舅到当地的警察局中就要打人家 警局就好像人家自己家的地方一样 在二舅身上他们还发现了一张女孩的照片 本来胡子叔要亲自好好收拾一下二舅 不过老婆来电话了 让他回家吃饭 所以呀收拾二舅的任务就交给了自己的小弟们 关键时刻警局的女警长就来了 说你们这样整不行啊 都给我滚犊子 结果二舅反客为主 又劫持了女警官 刚才你唯唯诺诺 现在你重钱出击了 二舅问女警官胡子叔家在哪里 一开始女警官不说 因为胡子叔是小镇的老大 后来还是说了 因为他觉得二舅是个爷们 二舅也觉得女警官是一个好警官 另外一边 刚回家的胡子叔就问自己的儿子 为啥二舅身上会有这个女孩的照片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儿子真不知道啊 他们就是在酒吧发生的冲突 可以看出来 虽然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但是他真的就跟爸爸养的一只狗一样 胡子叔虽然是小镇的老大 不过他上面还有更厉害的 就是当官的那些人 还有有钱人 有钱人和当官的 一起计划着垄断这个小镇的水源 然后卖水赚钱 你们不知道卖水真的赚钱 胡子叔其实就算是 他们一个当地的打手一样 所以你混得再厉害 在当官和有钱的人的眼里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说不好听的 就是人家养的一只狗 当然了 如果有足够多的钱 狗就狗吧 毕竟我们平时经常说 如果撒谎 我就是狗 对吧 这一天 当胡子叔回家的时候 二舅找上门了 问问他的儿子在哪里 胡子叔一开始不让儿子出来 但是人家还是出来了 二舅问他自己的女儿哪去了 胡子叔的儿子就说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和女女儿出了一项 然后一起注射了药 刚说完 就让二舅一千给干掉了 人家女儿一直都在削毒 你这不是给减肥人吃肉吗 二舅的女儿是一个小太妹 染上毒品了 后来二舅呢 给他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那里戒毒 因为好朋友 曾经自己成功戒毒了三十年 没想到这个姑娘不听话 跑出去了 又染上毒品了 但可是 你把人家儿子整死了 胡子叔肯定生气啊 他的媳妇在楼上开枪 打冲刀 就要胡子叔这地位 这手下的装备 根本就抓不到二舅 你们别看二舅受伤了 那跑的时候都快不行了 我都怕你摔一个狗吃屎 就这样 这帮人都没抓到二舅 还让二舅抓到了一个当地警局的警察 但是二舅没杀他 因为他说自己上有狼 下有小 老妈瘫痪 还是刚会跑 二舅心里都问候了他全家 但是又要表现得很平静 任何事情在利益面前都要靠边站 真现实啊 胡子叔和自己的媳妇 都觉得必须要报仇 他们找到了最厉害的雇佣兵的老爸 这个白胡子老头就说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惹的是谁 要跟他斗 要么你死 要么他死 都不合适 而且你背后的老板们都想要好好地做生意 你要是继续这么执着 就不好办了 胡子叔好歹也是一个大哥 他整不了他 胡子叔依然没有选择投降 我这大哥要是这都能忍 那我以后还咋混呢 是不是 有人一定很好奇 二舅和白胡子老头啥关系 以前呀 二舅是白胡子老头的手下 是最厉害的雇佣兵 这个咋等啊 胡子叔的合伙人找到了白胡子老头 给我搞定你那个手下二舅 原来呀 白胡子老头也是要靠人家职饭的 有钱人真厉害 这些厉害的人呢 都得听他们的 女警官也找到了二舅 二舅说你是个好警察 胡子叔啊 这帮人害死了我的女儿 我要他们得到惩罚 你等我的消息 到时候你帮助我 就这样 白胡子老头也到了警局 要和女警官一起 抓二舅 白胡子老头先跟二舅客气客气 说兄弟你收手吧 外面都是成龙 不对 说兄弟你收手吧 别逼我骂人 二舅说 那当初他儿子给人家注射药物过多不行了 但是抢救的话还可以救活的 胡子叔为了不惹没有必要的麻烦 就把 我来说